而由彰化县政府委外OT民营的 社投清水沿温泉露营区 2021年10月正式启用 没想到如今快两年过去了 汤屋和温泉池都还无法使用 业者跟县府点交了三次 陆续发现管线漏水 汤屋的木柱有虫柱等等问题 认为有安全疑虑因此拒绝点交 波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 表示缺失都已经改善完成 要是不点交就开罚 最严重不排除要终止契约 收回经营权 豪华独立帐篷里头配备舒适空调和寝具 还有独立大浴缸可以泡美人汤温泉 这里是彰化清水沿的温泉露营区 号称渠台最豪华 2021年10月开幕入获众多民众好评 但经营不到两年却爆出与县府发生 点交纠纷 露营区内的温泉设施 只有帐篷区和泡脚池有温泉 反而是汤屋和温泉池 启用到现在还无法开放 杂草虫生向被虚 原因就出在历经三次点交 不只管线漏水没解决 汤屋和温泉池就设在机房上方 根本像在玩命 加上汤屋里头的木头柱子被虫柱时 出现裂缝就怕地震垮垮掉 县府只派人来喷药防水根本没做 如果点交营运民众得冒险泡汤 没想到县府却还发函要求 再不点交就开罚 对此县府表示相关趋势 已花费百万减次完成 强调9月8号前再不点交就算违约 严重不排除终止契约收回经营权 要是业者还有疑虑 可在点交清测注迹并依法调剂处理 记得到我们正话 差不多 看不得了 empathy brodo